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精进 刚强 进取 积极的意思 是雄心的雄 这里的词也不是母或弱 而是柔弱 绵长 安静 谦和 示弱 人的生命中必须有一种积极进取 强悍向上 奔流不息 灵活多变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人是立不起来的 因此周易说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但与此同时还要守其词 也就是说 行为上要谦和 不要咄咄逼人 如果心灵刚强 行为也过于咄咄逼人 社会就必然容不下你 但是如果只有谦和之心 没有强悍的心灵 社会就必然会同化你 所以既要锻炼出一颗强大的 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心灵 也要守住一种宁静谦和的心态 既要拥有巨大的力量 也要懂得示弱 拥有大力和雄心 却宁静谦和 就是知其雄 守其词 明白如何勇猛精进 行为上却细水长流 也是知其雄 守其词 老子哲学一直不赞成外表上过于强大 尤其不赞成将外表上的强大作为生命常态 老子认为就算你的内心非常强大 也知道如何在行为上强势 但你的生命常态还是要宁静一点 守中 守中就是守其词 不需要把雄心表达出来 也不需要急于实现这份雄心 把雄心放在心里 踏踏实实 不骄不躁地做事 在一种安安静静的生命常态中达成雄心 人可以有跃进的雄心 可以追求发展和进步 但必须有一种尊重规律的生命常态 因为飘风不中朝 咒语不中日 急功近利者不可长保 所以我们不要做狂风暴雨 要做绵长的溪流 一切都允许它慢慢来 我们还可以把知其雄理解为太阳 把守其词理解为大地 大地低到极致 任所有人践踏自己 把自己踩在脚下 我们要向大地学习 以守中为尊严 以善必无关键而不可开为尊严 怀抱太阳般照亮一切的梦想 在行为上将自己变成容许亿万人践踏的大地 大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存在之一 它始终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始终为我们贡献着各种东西 让我们能够生存 无论是承载鲜花 还是藏污纳垢 它都是那么的平顺坦然 没有丝毫的抱怨 没有丝毫的拒绝 无怨无悔 永远承载万物 永远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这种德行太重要了 如果你在行为上也像太阳 还没有照亮别人 就会把接近你的人给烤死 谁会愿意接近你呢 同样 如果你没有大地的安人 总是唠叨满腹 抱怨不断 也不会有人喜欢你的 所以要守其词 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其实不难 你只要看他是不是厚德在物就够了 只有厚德在物 他才可能成大器 做不到厚德在物的话 他至多实现一些小成功 绝不可能把事情做大 厚德的厚就是包容 所以能够包容的人才是有福报的人 我们常说的福伯之人 则是容不下别人的人 当你既有太阳一样的雄心 也有大地一样柔顺宽厚的行为 就做到了老子所说的知其雄 守其词 为天下西 当你做到知其雄守其词的时候 也就有了西水一样的德行 天下西不是一条溪流 而是全天下所有的溪流 象征一种大的境界 它不是因为没有追求 没有原则而逆来顺受 它的顺是大道的随缘 老子总是说 上膳若水 大道也如水 水是最接近道的东西 你把它倒进圆杯子里 它就是圆的 你把它倒进瓶子里 它就是瓶子的形状 你把它倒进方杯子里 它就是方的 这种随顺被认为是道的德行 接近于道 它可以容尽任何存在 人离不开它 当你拥有知其雄守其词的胸怀时 就会像溪水一样润泽万物 谁都离不开你 凭借这种智慧 你可以进入任何你想进入的环境 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你不能待的地方 再也没有容纳不了你的地方 在这个时代 最大的智慧不是个性 而是水一样的活性 梁州人总是说 人低为王 水低为海 这句话很有智慧 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得很低时 它就是王 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得很高时 它就什么都不是 挖则赢 当你低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像百川入海那样 把你看到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 让自己的人格和智慧变得圆满 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 会发现生活中那些人缘非常好的人都很低调 跟谁在一起 他都比别人的姿态要低 这样就不会让大家觉得他眨眼 树大会招风 人低才为王 眨眼的存在没有人会喜欢 谁都会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舒服 因为他总是高人一等 没有人喜欢那些总是高人一等的人 所有人都喜欢低调的 没有火气和棱角的人 什么是蛆 弯蛆就是蛆 妥协就是蛆 受委屈就是蛆 老子认为圣人做事圆容 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委屈自己 最后反而能做到周全 这就是蛆则权 在这一章里 老子讲了一种相对性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反的 比如趋则权 看起来是在受委屈 是在吃亏 但最终却把事情处理得更加圆满 这就是对立统一 庄子的逍遥游中有这样一句话 无有大数 人为之初 其大本臃肿而不忠神末 其小枝卷曲而不忠规矩 理枝图降者不顾 这是惠子对庄子的讽刺 意思是 我的领地上有一棵大树 别人说是粗 也就是臭春 树干粗大 而且割里割搭 弯弯曲曲的 树枝也都长得歪歪扭扭 圆不中规 直不中矩 虽然长在路边多年 但工匠们没正眼看过它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不好用 惠子讽刺庄子 说它就像那棵大树散发臭气 且大而无用 那么庄子是怎么回答它的呢 庄子说 你既然觉得这树没用 为何不把它移植到广阔寂静的土地上 然后逍遥自在地躺在树下 享受阴凉呢 你笑它无用 但它就是因为无用 才不会挨刀短命 不会受害遭灾 才会活了千年 你如果也像它那样就能活得自由自在 不会再遭遇世上那些艰难困苦了 庄子说得很对 他非常有智慧 惠子只看到大树没有受到工匠的重视 不受人关注 却没想过受到重视的树 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人也是这样 有一句话叫能者多劳 一个人要是有才干 想成才 就必然要受苦 必然要经历无数的磨难 但最后能不能真的成才 还不一定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们单位里最辛苦的是什么人 肯定是那些最能干的人 他们什么都会做 而且很多事情 别人都代替不了他们 相反 混日子的人总是活得最轻松 也最滋润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行 不受重用 人生就是这样 你想要这个就会损失那个 想要那个就会损失这个 很难两全其美 不要想着既受重视又不操劳 人家重视你就是因为你可以操劳 别人操劳不来的东西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干 只想轻轻松松地过日子 就不要指望得到别人的重视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这个角度看很好 那个角度看可能就不好了 这个角度看不太好 坏一个角度看也许会发现也挺好 当然老子不是在建议我们做混混 不求进取的过一辈子 他只是在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 也是在告诉我们世界很奇妙 不要在乎一时一地 有时的委屈不一定糟糕 有时的刚直也不一定很好 明白这一点懂得在该驱的时候驱一下 最后反而能得到周全的结果 圣人面对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不会做一般意义上的忠臣 他的做法可能会被所有人误解 让人以为他是个软骨头 但他的软或许能带来一个相对周全的结果 由此可见 道之用无比奇妙 品味道德经中的智慧 窥见相对性之后本来一体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